台中市长卢秋彦 防美行程被台风打乱 联盟反国 政治效应持续延烧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王宁川发问质疑 明知台风要来 却坚持出访 连开灾变会议的红背心都带了 就是为了演 信系台中的造神大戏 中央跟地方政府 在开防台应变或灾害会议 都有服装特别的要求 因为外县市 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别的县市我记得前不久 印象中最近呢 也有些首长出国 我也碰到台风 他们也有带背心 所以可能不是只有台中市 台湾全台湾所有的局势长 你们出国都没有带背心 我好像出国没带 你是不是忘了带 我也没带 因为没有人跟我们说 叫我怎么带 如果这个标准下去 所有乡镇展 包括乡镇展 还是乡镇的 公务员 还是指挥官 乡镇应变中心的指挥官 你刚才的客厅 如果台风来都出国 只要出国现在带背心都要带 王宁川狂轰卢秀燕作秀 更点出 台中市副市长郑造星 消防局长孙福佑 接机期间 灾变中心群龙无首 市府驳赤 灾变中心指挥官 由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轮职 当时轮到副秘书长张大春 并非群龙无首 更引用灾防法 散布灾害不实讯息 可处三年以下徒刑 或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卢秀燕大肆宣传自己一个人从美国回来 却又搞了一个接机团 富有防灾任务的郑造星副市长及消防局长 还放着防灾的责任跑去机场接机 操作的痕迹非常明显 根本就是秀人道 副市长的理由是因为卢秀燕回来 要跟他汇报 拜托 卢秀燕你不是说你在飞机上 都透过WiFi跟市府团队在开会沟通 还决定了放假吗 那请问你回到台湾 不能够用通讯手机通讯软体 来跟市政府来跟你汇报吗 绿营议员齐批 卢秀燕美国落地六小时来回 除了凸显决策能力不足 操作作秀的痕迹也很明显 台风逐渐远离 但卢秀燕的政治风暴去还没停 明媳新闻综合报道